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就认识了很多很多的坏人 就把所有的身家都败掉了 最后沦落到跟猪争食 最后沦落到要跟猪争食 这是一个犹太人 犹太人很讨厌猪的 犹太人是很讨厌猪的 是很不洁的 他跟猪争食都没得争不赢 他跟猪争食物也却争不赢 他突然想起一件事 他突然想起一件事 我要回到我父亲那里 我父亲那里什么都有 我大不了做一个工人 我大不了就去做一个工人 很多现在连尊严都没有 好过现在连尊严都没有 但他就想回到他爸爸那里 突然之间他就想到回到他父亲那里去 回到他家的时候 在他回家的时候 好远好远见到原来一个老年人在那里 在一个很远的地方 就看到了一个老年人站在那里 原来是他爸爸 原来是他的爸爸 他爸爸看到他儿子 疑话不说跑前去 他的爸爸看见他的儿子 恶话不说就跑上前去 抱着他的儿子 年年亲嘴 不停舍他 周围舍他 年年地跟他亲嘴间的亲他 连他的儿子都没有机会说话 他的儿子昂化的机会都没有 终于他很辛苦说了一个说话 终于他很久讲了一句话 爸爸我得罪你 他说爸爸我得罪了你 我得罪了天 我得罪了你 我得罪了你 从今之后 从今往后 我要回到你那里去 我要回到你那里来 这个就是很出名的浪子故事 这个就是很出名的浪子的故事 但是我刚才唱了一首诗歌是吗 弟兄姐妹 我们刚才所唱的那个诗歌 每次我们跌倒的时候 我们就回转回到爸爸那里去 每次我们跌倒的时候 我们都回到爸爸那里去 爸爸有永远的恩典 那爸爸有永远的恩典 永远的慈爱 永远的慈爱 我们爱 因为神先爱 因为神先爱 使徒约翰说过什么 使徒约翰 曾经说过什么呢 他说不是因为我们爱神 不是因为我们爱神 是因为神先爱我们 是因为神先爱我们 我很感谢神 我很感谢神 很久都没有在一段时间 去实体去崇拜了 因为我很久都没有 有一段时间没有参加这种实体的敬拜 今天能够和敬拜祖一起去敬拜神 哇 那些感觉真的好棒 今天能够跟大家一起来敬拜神 真的觉得很好 在2000年前 在2000年前 有一天 叫中树日 叫中树日 就是耶稣基督 就是耶稣基督 去这个圣殿的时候 耶路撒冷的时候 就是他去圣殿 去耶路撒冷的时候 越来越多人跟从他 越来越多的人来跟从他 耶撒冷 无撒冷 应当清重地 他说和善那 和善那是应当称颂的 哇 那些人脱下衣服 扑在地上 把那些中树切了 切了扑在地上 然后把那些中树 也全部扑在地上 接着耶稣骑着这个牢区 接着耶稣就骑着那个女居 哇 很多千人 很多千人 很多万人 和善那 和善那 应当清重地 很多人就在那里 谈叫和善那 和善那 是应当称颂的 奉主名台 应当称颂的 奉主名来的是 应当称颂的 突然间有些法律 错人跟耶稣说 那突然之间 又有一个华里塞人 跟耶稣说 夫子夫子 他说夫子 要你的门徒 不要再这么大声说话 他说 叫你们这些门徒 不要再这么大声地说话 耶稣说了一句话 他说 你们阻止他们赞美神吗 他说 你们要阻止他们赞美神吗 石头都要开口赞美神 石头都要开口赞美神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我们要开口赞美神 我们要开口赞美神 好不好 要开口赞美神 Amen 感谢主 今天我们的主题 作主的门徒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 作主的门徒 按照教会的传统 很多时候人都会说 耶稣基督开始受苦的时间 很多时候就开始讲 耶稣基督受苦的时间 今天我稍微突破一点 今天我稍微突破一点 反正这个不是真理 反正这不是真理 所以我讲到耶稣復活的时候 所以我讲耶稣復活的时候 升天的时候 升天的时候 在他升天之前 跟那些门徒这么说 最重要的吩咐 是最重要的吩咐 你们要去 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奉圣父 圣子 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 奉圣父 圣子 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 凡我教导你们的 都要教导他们的遵行 都要教导他们的遵行 我就必与你们同在 我就必与你们同在 直到我回来的时候 直到我回来的时候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教会除了基督徒每个星期去纯拜之外 教会除了基督徒每个礼拜去敬拜之外 存在其中一个的目的是什么呢 它存在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呢 是活出主耶稣的吩咐 作主的门徒 使人作主的门徒 使人作主的门徒 每一位信耶稣没多久的人 重生了之后 每一个信主不久重生之后 我们都需要去成长作为神的门徒 我们都要去成长成为作主的门徒 今天我们分享一下 怎样作耶稣的门徒 或者教会的目者 怎样帮助初信者成为耶稣的门徒 或者是教会的目者 怎样帮助出信地成为耶稣的门徒 我们的主是三位一体的主 我们的主是三位一体的主 是不是在一起讲吗 圣父 圣子 圣灵 圣灵 道成肉身 道成肉身 被羞辱 是被羞辱 被钉十字架 被钉十字架 第三天做什么呀 第三天怎么样呢 福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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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全部都是傻瓜了 拜一个已经死了的人 我们去拜一个已经死了的人 今天我们所信的是福活的神 今天我们所信的是一个复活的神 这个世界上 这个世界上 从来没有一个人死了 回来说我再回来 从来没有一个人死了 再回来告诉我们说 我回来了 不是 原来有 不是 原来有 记得拉撒路从死里复活 大家记不记得拉撒路是从死里复活了 耶稣复活了他 接下来又死了 是吧 你啊爷 你是阿公 是否没有回来再找你 ности 像你的那些祖先有没有回来呢 阿孙 阿孙啊 乖孙 我化生了 现在又 outward来找你妹 是吧 そう像 奶和淵母啊 乖孙子 我死了 现在又回来找你了 只有耶稣 只有耶稣 只有这位上帝 我曾经经经历过被耶稣 复活那一刻我很验 我曾经经经历过被耶稣复活那一刻 我真的被震撼了 我不信的 曾经我不相信的 我不信有上帝 我不信有上帝 我不信人间有爱 我不信人间有爱 我不信有人为你死 直至到我看圣经的时候 直到我看圣经 我仍然觉得耶稣只不过是一个好人 直至到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 直至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 我看到自己的罪 我就看到了自己的罪 我的眼泪为什么涌下来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涌下来 我的眼泪就这样涌出来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眼泪 自己就这样涌下来 感谢神 感谢这位复活的上帝 他从复活的时候 他从复上帝那里 他复活的时候从复上帝那里 他得着永远管治世界的权柄 他升天之前 对着那些使徒讲话 使徒是什么人 你使徒是什么人 在铁近耶稣的十二个人 是最接近耶稣的那十二个人 是第一手的见证人 是第一手的见证人 他颁布三个任务 他向他们颁布了三个任务 第一个 第一个 到全世界向全世界的人 宣告 上帝要与人和好 就是要向全世界的人 宣告说上帝要与人和好 要将福音传到周围 要将福音传到四周 将一些不认识上帝的人 告诉那些不认识上帝的人 让那些不认识上帝的人 就全福音 就是传福音 将信的人 让信的人 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 为他们施针 就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 为他们施针 让他们归向主的名下 让他们归向主的名下 让教导他们遵行 然后教导他们遵行 遵行什么呢 主耶稣的道 今天主耶稣的道 何等的重要 今天主耶稣的道 何等的重要 在阿摩斯书讲过什么呢 他讲过些什么呢 人肚饿 人口渴 人渴 不是因为没有病 不是因为没有水 是因为没有听耶和华的话 而是因为没有听耶和华的话 所以耶稣说要教导他们 遵行主耶稣讲的道 所以要说要教导他们 遵行耶稣的道 作终身的门徒 作终身的门徒 他承诺着 我必与你们同在 他就承诺了 我必与你们同在 直至到再临的日子 直到再临的日子 今天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 今天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 我们明白神要我们作门徒 我们明白神要我们作门徒 将他的道生火相传 将他的道心火相传 在那三年半的时间 他怎样地训练那些门徒 他怎样和门徒相处 他怎样地跟门徒相处 我们就怎样做 我们就怎样做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什么呢 这个叫做效法基督 你看到使徒行主很清楚的 你可以看到使徒行主里面 是很清楚的 耶稣怎么做 使徒就怎样做 使徒也怎么做 今天在教会里 我们怎样帮助弟兄姐妹 成为主的门徒呢 我们怎样帮助弟兄姐妹 成为耶稣的门徒呢 我曾经看过一本书 信耶稣有四个阶段 信耶稣有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就婴孩BB子的阶段 第三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 青年期的阶段 就是青年期的 第四个阶段 第四个阶段 就是父母期的阶段 就是处于父母时期的阶段 其实还有一个阶段 其实还有一个阶段 就是爷爷 爷爷 就是成为爷爷辈的 这个叫欧巴 是不是叫欧巴 何兰文叫欧巴 没有搞错 欧巴欧马 这个要爷爷期 这个不讲了 最后这个就不讲 我自己有一个习惯 每逢去到一些地方 每逢我到一个地方 或者去人家庭探访 或者去人家庭探访 或者教会 或者教会 我都会留意周围的人 我都会去留意四周的人 看他们家里怎么摆设 看一下他们家里 他们怎么摆设 去探访这个家庭 他有没有信仰 看一下探访他们 看一下他们家庭里 有没有信仰 或者是一些传统的迷信 或者有没有一些传统的迷信 或者其他的宗教 或者其他的宗教 在教会的时候 在教会的时候 我会看一看 这家教会是否健康 或者看这家教会 是不是健康 或者那些年龄 是多大 或者他们的年龄 是多大 我发现了一件事 我们没有了年轻人 我们就觉得 我这里没有了年轻人 最年轻的那两位 最年轻的就那两位 Jack Jack和 小家 他们两个是最年轻的 最年轻的 尖摆 真的吗 很重要的 是很重要的 这个就好像为教会把脈 这个算是好像为教会把脈一样 知道他什么情况 知道他什么情况 有时候我们的身体如果健康的话 有时候我们的身体健康的话 很正常的发育 就是很正常的发育 但是属灵的生命并不是这样的 但是属灵的生命并不是这样的 有没有听过耶稣说的那句话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耶稣说的那句话 在后可以在前的 在后可以在前 在前可以退后的 在前又会退后 很不同的 是很不一样的 跟肉体的生命是很不一样的 是跟肉体的生命是很不一样的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比如我现在五十几岁 比如说我现在五十几岁 张学友四十几岁 不是 杨学友四十几岁 他永远都追不到我的年纪 就是年纪上是永远追不上的 你就算死命跑了 你都不够我这么老的 就是我拼命地跑了 也不可能比他老 但是属灵的生命就很奇怪 你只要加把劲 你只要顺服圣灵 你只要顺服圣灵 你只要看圣经 你只要看圣经 然后应用这本圣经 然后应用这本圣经 我保证告诉你 我可以保证说 在后的即刻在前 在后就可以很快地在前 否则我说 永远那个鱼是一个白兔仔 否则你永远是那个小白兔 因为死乌龟 有段时间没追到我了 就是他们觉得 那个乌龟永远都追不到我 因为你想做乌龟还是白兔 你是想做乌龟还是做兔子 想做乌龟的几手 不是那些龟 真的是那只谦卑的龟 是那只谦卑的乌龟 谁想做白兔呢 师母是白兔仔出生的 兔年出生的 师母是在兔年出生的 我们要做乌龟 我们要做乌龟 不是骄傲 不是骄傲的 我们有的是韩力 我们有一个论力 继续这样去 继续向前走 在后 最后 可以再前 在后的可以再前 其实跟你信主没什么关系 这跟信主好像没什么关系 很多人以为信主主多久呢 越信主就越属灵了 很多人都觉得 信主时间越长就越属灵 看看你身边的人 不要走前来看看算了 你就问一下 我看一下你身边的人 你不要被我的样子骗了 你不要被我的样子吓坏了 我骗你的而已 我只是骗你的 我哪里属灵呢 我哪里属灵呢 我坐了几十年而已 我只是坐了这里几十年而已 是不是啊 那张椅子都快被我坐烂了 那张椅子都快被我坐烂掉了 属灵的生命 跟你信了耶稣 多久是没有关系的 属灵的生命 跟你信耶稣多久是没有关系的 不要被因为 我们留着教会 有多久 要骗你 不要被那些人 来到教会 有多久骗了 免得你失望 今天信了主十几年了 今天我信了十几年了 圣经都没读过一本 整本圣经都没读过 整本的圣经都还没有读完一遍 我想问大家 我想问一下大家 老实点说 尴尬少少的 老实一点 谁信了主已经超过五年的 属灵的属灵的属灵的属灵 现在已经超过五年的 大家属灵的属灵 五年 十年呢 十年的 超过十年的 看了一本圣经 全部看完一次圣经的属灵的属灵 一次有的 感谢神了 一次有 你感谢神 很多信了几十年了 每次都出不了阿吉 很多人 可能是几十年 一直都没办法出阿吉 真的不要被我们的样子骗到了 他的父母 他的亲戚是牧师 是传到关于他什么事 他的父亲 他的母亲 或者什么亲戚 是牧师 跟他有什么关系呢 我常常听到一些 教练的教练说 我叔叔 是传到人来的 我常常会听 和弟兄姐妹说 我叔叔是传到人 我妈是传到人 我妈也是传到人 我说关你什么事 关你什么事 关你什么事 我有一天跟我儿子聊天 我有一天跟我儿子聊天 我儿子啊儿子啊 我的神是你的神 我的神是你的神 你的神是我的神 你的神是我的神 不过我认识的神 跟你认识的神 是有不同的 我认识的神 跟你认识的神 有不一样的 你要自己经历神 你要自己去经历神 我们是同神 个人的生命来的 我们跟神是 有个人的生命 跟你身边的人 自己说 跟你身边的人说 跟你自己说 信仰没得遗传的 信仰是没办法遗传的 明白吗 信仰没得遗传的 信仰是没有遗传的 是要靠自己经历神的 是要靠自己去经历神的 所以为教会观察教会 就是这样的 所以观察教会 就是这样子 因为我常常为教会祈祷 我常常为教会祷告 我求神 真的愿意 跟教会的领袖同工 我真的常常求神 愿意神 常常跟教会的领袖同工 今天外面 不是没有 全福音的和尚 不是没有的 现在外面 不是说没有 传福音的和尚 是有很多的 是有很多 也是教会里面 太多一种怪的现象 但是教会里面 具有很多的怪现象 头大大 头很大 身体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一样 真的令人心急 真的是令人很心急 如果相反 如果今天 如果真的能够按照年日 做父母的话 如果真的可以按照年日 做父母的话 如果一个人像 你信了十年 变成一个父母期的话 如果你一个人信了十年 就可以成为一个父母期的话 一定可以影响很多人 所以一定可以影响很多的人 很多年我认识了一对夫妇 很多年前我认识了一对夫妇 这对夫妇 相信了主没多久 他们信了主没多久 他们就回香港去买房子 他们就回香港去买房子 看着他家装修的时候 但是看着他们房子装修的时候 那个装修工人 那个装修工人 他爬到窗里 他爬上窗子 在外面修理一些东西 在外面修理一些东西 这个太太跟他说 这个太太就说他说 师父 师父 不要说很危险 师父 师父 不要这样子 我宁愿给你打个架 我宁愿多给一点钱 那你打个架子 你能够掉下去真的太危险了 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 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 他曾经和这个师父传过福音 他曾经传过福音的 这个装修师父呢 这个装修的师父呢 他说 哎呀呀 真是基督徒 真的不同 他说 哎呀 基督徒真的不一样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我们生命影响生命 我们是生命影响生命 你今天的职场 你的工场 有没有影响你身边的人呢 你今天在你的职场 你的工场 有没有影响你身边的人呢 每个人不像我这么坏 每个人都像我这么说 我真的很抗拒福音 我很抗拒福音的 真的别人来到我那里 都被我哗到他 到头就走了 每个人来到我面前 都被我说的 他们掉头就走 但是我发觉呢 很多人看你怎么做福音 很多人看你怎么做福音 是怎样行出这个福音 不是只是讲福音 他看到你的样子 他都想信耶稣 就是看到你的样子 他就想信耶稣 因为你的生命影响生命 因为你的生命影响着生命 所以不是你信了耶稣 多久就属灵 所以不是说你信了耶稣 多久你就属灵了 今天信了耶稣很多年 反而要人家帮助他们成长 今天反而信了很多年 都还需要人家帮助他成长 今天我们初信主的人 进入一个叫婴孩期 今天我们出信了 进入一个叫做婴孩期 BB姐会怎样的 小baby会怎样的 喝奶了 这些人为什么帮助他们成长呢 这些人要怎样帮助他成长呢 帮助他们成长班 有一个叫成长班 巩固他们的信仰根基 巩固他们的信仰根基 然后他们就开始洗礼了 然后他们就开始洗礼了 帮助他们为什么要洗礼呢 信的人就要洗礼 信的人就要洗礼 公开告诉别人听 就公开地告诉别人 我是一个基督徒 我是一个基督徒 你们才是胡逃 我是基督徒 你们才是胡逃 我是基督徒 Amen 第一个要帮助他们成长 第一个就要帮助他们成长 然后教他们读圣经 然后教导他们读圣经 常常与他们团契 常常跟他们有团契 去年我在登波教会侍奉一年 去年我在登波教会侍奉了一年 同他们有四五位大英姐妹 刚刚信到主的 同他们传福音的 就刚刚信用主的那些 弟兄姐妹传福音 然后帮助他们 就是刚刚说的成长班 洗礼班 基礎班 现在刚才所说 像他们有成长班 基督班 洗礼班 然后帮助他们 在年底的时候帮他们受证 然后在联维的时候 就帮他们受敬 他们现在在教会继续成长 这个婴孩期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婴孩期是什么意思呢 那本书说到 这个时候最需要人家的帮助的 书里面说 这个时候是他们最需要人帮助的 他们婴孩只懂得喝奶的 他们这些婴孩只是懂得喝奶 你和他们分享很多教导 很深的教导 这个什么 你和他们分享一些 很深的教导 比如说 利未记 他们根本听不懂 不知道这是什么 我就每天发一个视频给他们 我就每天发一个视频给他们 叫做每日凌凉 叫做每日凌凉 还有你叫他们祈祷 他们不会祈祷的 所以或者你叫他们祷告 他们不懂得祷告 他们害羞的 他们很害羞 我告诉他们 我现在为你祈祷着了 不然或者你说 我现在正在为你们祷告 这些婴孩只 这些婴孩只 他们很痴身的 他们很粘人的 两天又问我 郑牧师你过不过两个人吃饭 过两天就发个短信 郑牧师你要不要过来吃饭 你家里的婴孩只不是吗 很痴身的 家里的小婴孩是这样子的 很粘人的 这些婴孩很可爱的 这些也很可爱的 有一天 有一天 一个婴孩在哭了 这个小婴孩在忙着 在哭 他的妈妈在忙着 婴孩在哭 他在那里哭 哇你多忙都要放下 这些东西去抱它 所以无论你多忙 你都会换下手上的东西 去抱它 这个婴孩真的很奸 这些小婴孩也很奸诈的 他一望你抱着它 哭就立即笑 你抱上它 它就不哭了 马上就笑了 那个妈妈就满足了 那个做母亲也就满足了 这个就是那种特别的地方 这是他们特别的地方 弟兄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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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提醒大家一件事 这个BB期的初信徒 就是处于一种婴孩期的初信的信徒 撒旦 撒旦呢 就最体重的这些人 撒旦是最看重的这些人 他一定要整死他为止 他一定会把他们弄死为止 还记得耶稣杀种的比喻吗 大家还记不记得耶稣说的杀种的比喻呢 初信的时候 当他初信的时候 很欢喜的 你杀在路旁那里 杀在路旁边 你被小鸟给撒走了 魔鬼撒旦就是用尽方法 擔作这个初成长的种子 魔鬼撒旦就是用尽方法 想把这些初信的种子给撒走 因为你永远不会知道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 魔鬼撒旦知道 它可能是下一个葛培里报道家 这个葛培里 这个很出名的美国的葡道家 他可能就是下一个很出名的培里 可能他是一个第二个报道家 可能他就是下一个第二个布道家 所以魔鬼撒旦是用尽办法 将这些初信者拿走 所以撒旦魔鬼就用尽了办法 把这些初信取走 魔鬼撒旦永远不怕 我们基督徒在心口挂着个永字 他只是怕什么呢 只是怕这些基督徒出战场 去战场打属灵的争战 上战场打属灵的争战 大家明白不明白 今天我们要做一个基督的兵 今天我们要做一个基督的兵 做兵不打仗是什么兵 我都不知道什么兵 如果你当兵不打仗 那算什么兵呢 所以培养其实是很重要的 所以培养是很重要的 第二个阶段是什么呢 那第一个阶段是什么呢 一个儿童期 小孩子的阶段 这些儿童期 小孩子的阶段 这些儿童的特征是什么呢 这些儿童的特征是什么呢 要很需要肯定的 要很需要肯定的 要去赞赏的 需要有人去赞赏的 要鼓励他们开始侍奉 要鼓励他们开始侍奉 去派一下单张 以前的人派一下单张 像以前的人去派一下传当 斌志姆 我们一讲到侍奉就要很熟灵才行 那弟兄姐妹 我们一讲到侍奉就好像要很熟灵才行 一讲到侍奉就要站在台上 哇 要唱歌 要打鼓 要弹琴 一讲到侍奉就好像很熟灵 在台上唱歌 跳舞 打鼓 其实不需要的 不需要这样的 你将他们安排是什么 搬一下灯 烫一下温 擦一下那些消毒就搞定 让他去搬一下凳子 桌子或者搬一下体温 让他去搬一下洗手液都是可以的 让他投入教会 让他投入教会 有一种归属感 但我们又不要搞错 但是我们也不要弄错了 我们不要一下子就让他做到一些 因为他太专业了 我很专业跳舞的 举个例子 但是我们也不能一下子 让他们做那些好像很专业 哇 立刻在台上 让他做一些跳舞的熟灵工作 那不行 好像一下子他喜欢跳舞 一下子让他在台上做一个 跳舞的工作是不可以的 会令到他跌倒 将会令他跌倒的 做一些简单的事先 先做一些简单的事情 让他投入教会 让他先投入教会 让他教会有归属感 让他在教会里有归属感 那我们年长的弟兄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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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经验老道的弟兄姐妹 给一些机会 给一些年轻年轻小孩的侍奉 给他们年轻一点 多一点机会侍奉 给他们刚刚刚信主的 给他们多些侍奉 给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 多一点机会来侍奉 不是呀 真牧师 他说不是呀 真牧师 你们经常放飞机的 他经常会不见能 经常迟到的 经常会迟到 经常不来的 经常不来 不来你就顶上了 那他不来 那你就在顶上 每个人都有软弱的嘛 每个人都有软弱的时候 是不是 每个人都有软弱的嘛 每个人都有软弱 这么刚强 不用你帮手了 如果每个人都这么坚强 就不需要你帮忙了 连长的弟兄姐妹 连长的弟兄姐妹 我真的很鼓励这些弟兄姐妹 我真的很鼓励这些弟兄姐妹 多一点为教会守望祷告 多一点为教会来守望祷告 让我们多一点去做神的工作有能力 那我们多一点去做神的工作的时候 有能力 这些阶段的孩子 这些阶段的孩子 学习以神的家为生 学习在神的家里面 学习在神的家里面为生 学习将神的事情为我们生活的焦点 学习将神的事情作为我们生命的焦点 怎样帮助他们用生活去认识圣经 或者圣经去用生活 就是怎样教他们在生活里面去认识圣经 或者用圣经的应用生活里面 教导他们在生命里面活出基督徒的生命 就是教导他们在生活里面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 慢慢慢慢他们就很快成长 慢慢慢慢他们就很快会成长 守望他们的成长 就是守望他们的成长 第三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 青年期的阶段 就是青年期的阶段 青年期有什么呢 青年期有什么特征呢 他们已经有一定的成长 他们有一定的成长 他们慢慢帮助他们学习分享圣经 就可以慢慢帮助他们分享学习圣经 老实说其他小组里面学习分享很重要的 所以老师讲分享是很重要的 所以小组很需要这些青年人的 所以在小组里面是很需要这些青年人的 帮助他们去分享 帮助他们去分享 第二 第二 要拿苦来生 去拿苦 辛苦 一桌辛苦的东西 就是让他们需要辛苦一点 如果不是教会呢 不然的话教会 太舒服了 太舒服了 然后让他们去短宣 就让他们参与一些短宣的工作 就让他们参与一些短宣的工作 让他们辛苦一点 让他们辛苦一点 我都不知道多想将这些年轻人 带到非洲那里走 我都不知道有多么想把这些年轻人 带到非洲去走一下 非洲有三样东西是没有的 没有电 没有电 没有手机 没有手机 没有钱 没有钱 有一次 有一次一个年轻人给我 曾孟先生 我有些iPhone 我给你 拿去非洲 有一次 有一位弟兄 对我说 曾孟先生 我有一些 苹果手机不要了 我给你 你可以带去非洲 我给我 为什么没有电 我跟他讲 给我做什么 那你都没有电 是不是 没用的 不如你教他们读英文更好 帮助他们打好基础 尽量给他们去那些河场走一圈 这些年轻人很有活力和创意的 就是年轻人会有很多活力和创意 大家认为是 我觉得年轻人真的很有创意的 我觉得年轻人真是很有创意的 我们的神都很有创意的 我们的神也很有创意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上帝很有创意的 上帝是很有创意的 大家觉得上帝有没有创意的 大家觉得上帝有没有创意的 嘿 嘿 举手 你说上帝没有创意 你真的没有闷 你如果觉得上帝没有创意 那你就真的很闷 起初上帝创造天地 起初上帝创造天地 地是空虚混沌 地是空虚混沌 雨面黑暗 渊面黑暗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神说要有光就有光 神说要有光就有光 将光和暗分开 将光和暗分开 第一日 第一日 然后做些什么 那些 鱼啊 动物啊 昆虫啊 然后又造了鱼 动物 昆虫啊 各从其类 各从其类 上个礼拜 我和一些 帝人姐妹 做这个 舞蹈班 上次我跟一些 弟姊妹 做一些 舞蹈班 我讲完这个 创世纪之后呢 我讲完这个 创世纪之后 其中一个姐妹呢 其中一个姐妹呢 她还没信主 一个女士 就是她还没信主 一个女士 她说 我现在知道 有鸡心 有胆心 她说我现在知道 我是心有鸡 还是心有蛋 你们知不知道 大家知不知道呢 这个世界上 有鸡心 有胆心 你们知不知道 这个是心有鸡 还是心有蛋 鸡的鸡鸡手 知道了 局下是什么吗 没人知道 没人知道 原来告诉你 告诉你 创世纪 讲了 创世纪已经说了 一个公鸡 一个母鸡 一只公鸡 一只母鸡 才有鸡蛋 心有鸡胆 小学鸡都知道 原来 原来是小学生 都知道的 哇 我们的神 真的有创意 是 我们的神 真的是很有创意 然后我问一下 那些人 东瓜呢 东瓜 有些人种过东瓜 我问那些人说 为什么那些东瓜 因为很多人 都种过东瓜 有些花呢 有些花 就是东瓜 结果之前 有些花的嘛 就是在东瓜 结果之前 它有一些花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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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花 一个母花 一个 那些蜜蜂 咪 像他们 花里面 花有封 公的花 还有母的花 然后蜜蜂 就传花粉 这样子 生了个冬瓜 那就长出一个冬瓜出来 如果你不传播花粉呢 如果你不传播花粉 它生生会死的 那长出来就死掉了 可能我也不知道 本来我也不知道 我问一个 我们爱尔兰教会 我们有一个菜园 就是在我们爱尔兰教会 有一个菜园子 我又看到一个弟兄 为什么拿一些棍子 去捉那些花 我又看到一个弟兄 拿一些小棍子 去捅那些花 今天我们帮他 传播花粉 他说我要帮他们 来传播花粉 因为这段时间 没有蜜蜂啊 他最近 好像没什么蜜蜂 哇 Amazing God 真的是很奇妙的神 奇妙的神 是不是啊 哇 神啊 真是像上奏诗诗歌 Amazing God 现在真的很想唱 这首歌是 奇妙的神 年轻人很有创意 年轻人是很有创意的 一点都不悶的 一点也不悶的 悶是因为教会悶的 悶是因为教会悶 是不是啊 是不是呢 年轻人很重要 年轻人很有活力的 他们是很有活力的 打鼓哭哭声的 那个打鼓特别有劲的 你没有以为 很容易的打鼓 你不要以为 打鼓很容易 你打给我看一下 你打给我看一下 你不懂得打 又说人家 很吵啊 很吵啊 我不懂得打到别人 我就觉得很吵很吵 我不知道 多想快点吵多些 等多些年轻人在这里 我不知道 有多想 能够多一点 年轻人在这里 这帮年轻人 要成长 这帮年轻人 也需要成长 要给他们 多些机会 信任他们 给他们多一点的机会 信任他们 给多些机会 他们去侍奉 给他们多一点 机会来侍奉 很多时候 我们很担心 人家比自己 很多时候 我们都怕 别人比自己 有本事 总是担心 别人比自己 比自己 有本事 其实应该是很希望 别人能够 亲出于难的 应该感恩的 应该感恩的 但是这帮人出来的时候 给一些 令到 帝人之辈 真的影响了 他们不能够成长 但是有一些 这些人出来的时候 就真的影响了 一些弟兄姐妹 使他们 无法成长 帝人之辈 说得容易 谦卑 说得很容易 帝人之辈 谦卑 讲起来就很容易 有时候 家里的老公 都不认得老婆了 有时候在家里 老公都没办法 忍受老婆比她厉害 这个坏婆 在家里 扮 在家里 恶到死 他说 在家里 饿得要命 凶得要命 在外面 扮好人 在外面 装好人 真的不认得她 真的是看不惯 有一天 见到 一个姐妹 说 喂 你女儿好漂亮 有一天 听到一个姐妹 说 你的女儿好漂亮 漂亮吗 我年轻还漂亮 漂亮什么呢 我年轻的时候 更漂亮 这样子也要妒忌 感恩 你生出来的女儿 这么漂亮 有时候我们要对上帝 有信心 他们的成长 我们要对神有信心 信心这个东西 是很抽象的 有在60年代 有时候在60年代 美国 在美国 以前 他们有一个行业 叫做挖矿井的行业 他们以前 有一个行业 叫挖矿井的行业 矿井很深 矿井很深 突然间有一个矿工 突然间有一个矿工 一个不小心 不小心就掉进了 那个矿井 他跌到矿井 突然间 那个手 不知道 抓住了一样东西 他的手 在芒乱之中 抓住 不知道抓住了什么东西 刚刚抓到 那个树冠那里 好像树冠那样的东西 他在上面 一直挂着 他就挂在那里 他在大碗 上面又没有人 他就拼命地 走到上面 却没有人 他看到下面 黑黑黑的 他看下面 是一片黑黑的 他觉得死了 他就祷告 他就祷告 他信上帝 上帝救我 他说上帝救我 突然间有一个声音 突然间就有一个声音 他怎么没有 自己听到的声音 他是他自己听到的 他这个见证 就是我听到一个声音 他的见证就说 我听到一个声音 孩子 孩子 他说孩子 放手 放手 我会接住你的 我会接住你的 哇 黑漠漠 他看着下面 漆黑的 给你放不放手 那你放不放呢 老实说 我真的到时才算了 老实说 我知道 要到那个时候 我才知道 但是人的体力有限 但是人的体力是有限的 慢慢慢慢 他不到他不放 就慢慢慢慢 他没办法不放手 放了一只手 放了一只手 四只手指 剩下四只手指挂着 最后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终于跌下去了 终于他掉下去了 原来都不够一尺 还不够一只 第一人姐妹 第一人姐妹 信心很抽象 所以有时候信心是很抽象的 你看上去困难的东西 你看上去困难的 在上帝的眼中 只不过眉不足道的事 在上帝的眼里 根本就是 微不足道的事情 上帝就是这样 操练人的信心 上帝就是这样 操练人的信心 这些年轻人 都需要这些信心的操练 但是有些年轻人 他们都要考虑一样东西 甚至那些年轻人 我们也要考虑一样事情 他们需要一些指引 他们需要一些指引 因为年轻人 容易粉饰 因为年轻人 很容易愤世 他稍微不满意的时候 他就会有一些不开心 他稍微不满意的时候 就有一些不开心 他们有时候 他的思想很极端 有时候他们的思想会很极端 出去工作的时候 他们出来工作的时候 常常遇到一些不公平的 所以令到他们有一种 不能够坚持自己的理想 所以使他们无法坚持自己的理想 做这么多年都没用 再努力都是没用 都是赚过几千元 做了这么多年都没用 再做下去也是没用 因为赚了几千块 这些青年期的弟兄姐妹 这些处于青年期的弟兄姐妹 一定要告诉他们 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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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世界哪来的公平呢 这么有情我又这么穷 为什么别人那么有情我这么穷 是不公平的 是不公平的 有一个人我坐飞机呢 有一天我坐飞机 我的屁股都不太大而已 我的屁股也不算很大 突然间有一个 南美洲那些屁股比较大一点 突然之间有一个南美洲那些人 屁股比较大一点的 坐到那个座位里 一下子就坐在那个座位上 我看到神啊真的很不公平 我就说神啊真的很不公平 我这么小的屁股 我的屁股那么小 他这么大 他那么大 都是坐一个位 也都是坐同样那么大的位置 应该给他坐两个位置 应该给他坐两个位置 真是不公平 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 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 扣你人工就扣你人工 所以扣你的工钱就扣你工钱 还要开你OT 还要让你加班 这个时候一定要帮助他们 帮助他们持守真理 信主的方法 信主的方法 坚持神会开路 坚持神会开路 用主耶稣的眼光 用主耶稣的眼光 帮助他们的成长 帮助他们成长 帮助他们宣教 帮助他们去宣教 去建立非洲 去建立非洲 去建立人家 去求生存那个样 看看他们看看 别人在求生存的样子 不要这么快要求死 不要在那里求死 亲爱的弟兄姐妹 年轻人如果处理 不要很多问题 年轻人如果处理的不好 是有很多问题的 前两年香港的社会运动 大家都知道 前两年香港的社会运动 大家都知道 离了 拜托 倒点酒精 去消灭那个人 真的是很离谱 就这样子把酒精 倒在那个人身上 很极端的 很极端的 如果处理得不好 就很极端的 如果处理得不好 就很极端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用真理 去引导他们 所以我们真的要用真理 去引导他们 另一种极端就变成杂难 另外一种极端 就变成宅男 毫无影响力的 毫无影响力 极其量在家里 就做个乖乖仔 教会做个乖乖仔 最多他们在家里 或者在教会里 做一个乖孩子 平时拖着狗出去 每天就拖着一天 要去散步 没什么特别好做 没什么特别的事情 要做 这些人的生命很弱 这些人的生命是很弱的 好像豆腐那么弱 像豆腐那么软弱 这么弱就碎了 我轻轻按一下就碎了 我男友帮弟兄姊妹 原来东北的弟兄姊妹 我在阿尔兰教会有一批 是来自东北的弟兄姊妹 他们喜欢把那些豆腐 冷藏硬来吃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怎样把这些弟兄姊妹 好像雪橙了 让他们成为硬 让他们有一个好的生命力 如果不是他们真的很软弱 不然的话他们真的是很软弱 遇到一点点问题就要生要死 遇到一点点问题就要生要死的 我最近看到一个新闻 最近看到一个新闻 在中国大陆 在中国大陆 有一个应该是中学第三四年以上 应该是读中学第三或者第四年 他突然间有一天在考试的时候 他们出一些作弊 在有一次考试的时候他作弊了 老师就叫他家长来 叫他妈妈来 老师就怕家长他的妈妈叫来了 那个妈妈在男孩那里 不停地骂他的女儿 那他那个妈妈就在那个走栏上 不停地骂他的女儿 还有很多同学 很多同学在旁边 旁边还有很多同学在那里 那个女儿很尴尬 那个女儿她就很尴尬 但很尴尬 他妈妈还要撞到一巴打下去 突然间他母亲生气的 真的一巴掌打了下来 他整个人很呆了 他整个人就愣住了 突然间他妈妈的面前 突然间他母亲在那个面前 他爬上那个学校的几层高 因为他学校是几层高了 他就爬上去 直接从那里跳了下来 一个生命就玩完了 一个生命就这样结束了 豆腐那么弱 像豆腐那么软弱 我们要好好帮助这些第三阶段的年轻人 我们就好好地帮助这些 在处于第三阶段的年轻人 帮助他们成长 帮助他们成长 帮助他们面对疫境 帮助他们面对疫境 与他们同行 与他们同行 让他们找到自己的光位 让他们找到自己的岗位 在疫境里面自强 在立境中自强 这个第三阶段 第四阶段的父母期 第四个阶段 这是处于父母期 圣经讲到什么 圣经说什么呢 是马太福音第28章18至20节 马太福音28章18节到28节 我和学友读出来 耶稣进前来 对他们说 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赐给我 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 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 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 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 或者是归于三为一的上帝的名下 或者是归于三为一体真神名的名下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直到世界的末了 基督徒不是没有事做的 基督徒不是没事干的 基督徒很忙的 基督徒是很忙的 很明显这帮父母其实是什么呢 很明显这帮父母其实是什么呢 他们经过耶稣基督三年的训练 他们经过耶稣基督三年多的训练 怎样影响他们的性格 怎样影响他们的性格 训练他们成为贴身的门徒 训练他们成为贴身的门徒 可以说是 讲说话这几节经文就是耶稣基督最后的说话的总结 可以说这几句话就是耶稣基督最后话语的总结 这帮使徒对耶稣基督所做的事一定产生的信心 这些门徒对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产生的信心 因为他们有经历过神 因为他们有经历过神 他们有失败过 他们有跌倒过 他们有跌倒过 我们的性格都容易失败容易跌倒的 是不是呀 那个使徒彼得 是一个使徒彼得 尤其耶稣基督在海上面行的时候 有一次耶稣基督在水上行的时候 在水面上行走的时候 这个彼得 主啊如果是你我陪我过来 这个彼得就是主啊 如果是你就让我过去 耶稣说你过来 耶稣说你就过来吧 走两下 他走了两下 哇好高的 好有趣哦 觉得很有意思 这么厉害 然后摸一下水 我就中过去了 当他看下水面的时候 他就掉下去了 失败过 失败过 我上次和Semi他们的小组 我们聊聊 其他11个人 看到彼得会想些什么呢 上次我在跟 生命的小组分享的时候 我想到说 其他十个门徒看到彼得这样 他们会想到什么呢 逼你死吧 你该死 懒 自作出名 自作出名可以 真的厉害 学习油就是习油 那边太成 是吗 真的是 懒 惨 自作出名 然后彼得会怎么想呢 接着彼得他会怎么想呢 如果你是彼得会怎么想呢 如果你是彼得你会怎么想呢 是啊 都是懒惨的 时尚都是懒惨的 也是 始终都是自作出名 如果我就不会这么想 如果是我我就不会这样想 好过你 比你好啊 我虽然美国的东西 我都知道 虽然我摔倒了 但是我知道 是吗 是的 好过很多人在船上 说这么多话 我都叫跌下去 吹吗 好过很多人在床上 只是在你说说说 起码我走过 每个人都有经历 每个人都有经历 这些父母期 这些父母期 经历过的 经历过 他们经历过的 磨练过的 能够坚守大使命的 能够坚守大使命的 愿意去做父母的责任 愿意去尽父母的责任 这些父母期 这些处于父母期的 他们有一件事 他们很想做的 他都渴望人得救 他就很渴望人得救 很想人信耶稣 很想别人去信耶稣 很想人做主的门徒 很希望别人做主的门徒 他们永远不忘记 十字架的恩典 他们永远不会忘记 十字架的恩典 父母如果不将人 成为门徒 父母如果没办法 让人成为门徒 这个叫自私 这个叫难忘 是冷漠 这个叫无情 这个叫欺欠主 欺欠主的恩典 这叫做欺欠主的恩典 我们欺欠了耶稣的恩典 我们都欺欠了主耶稣的恩典 我们今天做父母期的 今天我们做父母期的 有的时候我们都很软弱 有时候我们都很软弱 有些父母是父母期的弟兄姐妹 处于父母期的弟兄姐妹 他们在教会 不懂得面对冲突的 在教会里 他们不断地去面对冲突 当一些事情面对 要来到的时候 当一些事情来到的时候 我们想识事宁人的 我们常常想 稀释宁人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吧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很逃避面对自己要面对的事 很逃避那些 我们应该去面对的事情 这个是不够勇气 和不够承担那种责任 他没有足够的勇气 去承担那个责任 我们要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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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这些父母期的 阶段的弟兄姐妹 这些处于父母期的 这些弟兄姐妹 他们很愿意 和同期的父母 多一些沟通接触 他们很愿意 跟同期的那些 处于父母期的弟兄姐妹 去交通 他们很希望 跟他们有密切的关系 他们很希望 跟他们有密切的关系 他们很希望 做事有一个共识 很希望做事情 有一个共识 他们很想 去分担大家的重担 我们很希望 去分担大家的重担 如果他们建立了 默契建立了一个关系 如果他们建立了 一个密切的关系 很好的 教会很复兴 教会就会很复兴 因为他们执行的事情 他们会信任大家 因为他们所执行的事情 大家都很信任 那这家教会一定很稳健的 那这家教会一定是很稳健的 鼓励这些父母期的弟兄姐妹 他们要做些什么呢 鼓励这些父母期的弟兄姐妹 他们要做什么呢 那本书他讲到 他们会进修神学 他们要进修神学 他们要多一点去读神学的 要多一点去读神学 然后大家彼此提醒大家的事 大家彼此提醒大家的 刚才讲的我们都会软弱的 刚才我讲到我们都会软弱 这些父母其实是教会的领袖了 这些父母就是教会的领袖 他们有时候都会做错事的 有时候他们也会做错事情 做错事就会被人问责 做错事就会被人问责 做错我们就会接受被人问责 我们做错了就接受被人问责 然后我们去改善 彼此的分担 真正的教会的团队是什么呢 真正的教会的团队是什么呢 在决定的事情之后 是决定的事情以后 如果学友是领袖 如果学友是领袖 他最后决定权是他错了 最后决定权他错了 其他的父母呢 然后会问责他 然后会问责他 然后一起去面对那个责任 然后一起去面对责任 这个真正强的领袖队 这是一个真正强大的领袖团队 教会很需要这些父母 教会很需要这些父母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你属于哪个阶段呢 喝奶的BB 是喝奶的婴孩 满有好奇的小朋友 还是满有好奇心的小朋友 青年期 青年期 承担责任的父母 还是承担责任的父母 我们自己回家去想一想 我们自己回家好好想一想 这么多年来我们在教会 这么多年我们在教会里 我们总是有很多的埋怨 我们总还是有很多的盲怨 总是有很多的比较 很多的比较 总是有很多的投诉 很多的投诉 但是我究竟为神做过些什么呢 究竟我们自己为神做过些什么呢 我究竟坐在教会这么多年 是不是代表我很熟灵呢 我在教会做了那么多年 是不是就代表我真的很熟灵呢 今天神透过我这个没用的伯仁 向你们说些什么话呢 今天神透过这个没用的伯仁 跟你们说一些什么话呢 对你有什么提醒呢 有什么提醒呢 我们怎样回应神呢 我们怎样回应神呢 信了耶稣几十年 可能连圣经都没看过一次 可能信了几十年圣经还没有完全看过一遍 我们是不是要回转呢 我们是不是要回转呢 作为一个父母 作为一个父母 你对上帝的家有多操心呢 你对上帝的家有多操心呢 我们对神的家有多重视呢 和你重视你自己的家有什么不同呢 跟重视你自己的家有什么不同 我们是不是成为一个消费者主义的基督徒呢 我们是不是成为一个消费者主义的基督徒呢 鼓励初信这个弟兄姐妹 鼓励初信的弟兄姐妹 兴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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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做主的门头 好好地做主的门徒 再后会再前 再后会再前 再前会再后 再前也会再后 我们用宿斯哥来回应神 宿斯哥叫做主啊我愿意 宿斯哥叫做主啊我愿意